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啊 当年非常出名的京城玉池杀人案 2003年5月份的一天 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居民叫李富南 他呀 突然就想起来这好几天 没跟哥哥李培南联系了 李培南呢 就在他家附近 开了一家洗浴中心 99年一直开到03年 开了四年了 生意呀 还挺红火的 规模呢 在当年来说 也不算小 这李培南做生意呀 跟人很和善 也挺厚道 讲诚信 所以这生意是越干越大 口碑呢 也越来越好 不过03年 您别忘了 当时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03年春天正好是SARS非典肆虐的日子 北京啊 当时人们都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 这出去买菜都不敢 你别说去洗浴中心里边洗澡去了 李培南呢 也按照当时的规定 暂停营业了 挂了一块牌子 暂停营业 洗浴中心的好些个员工啊 也都收拾东西 该回老家的回老家 不回老家的 也都自己在家里边隔离了 这洗浴中心呢 就还剩下李培南两口子 还有五个锅炉工和服务员 虽然说李培南平时工作挺忙 生意挺忙 但是跟李富南这哥俩呀 从小到大 关系特别好 特别亲 住的也近 经常有来往 哪怕隔隔十天半个月不见面 也会打电话 没事聊几句 可这回 李富南为什么感觉不太对呢 因为哥哥呀 好几天没来找他了 不找他也就算了 也没给他打电话 李富南心里就不踏实了 别出什么事吧 他呢 就给哥哥打电话 打了好几个 也没人接 这天这李富南 终于啊 是忍不了了 得了吧 我去洗浴中心看看去吧 到了李裴南开的那洗浴中心 看那玻璃门上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呢 从外边往里边望望 哎呦 是漆黑一片 这就证明这里边没人呢 李富南呢 这心里更不踏实了 门呢 也没锁 把这门就推开了 这推开门的一瞬间 就闻到一股子怪味 有点腥味 有点臭味啊 反正那味让人受不了 李富南对这地儿熟啊 摸索着 找到了那电灯的开关 把灯开开 这里边的每一亮 看到这里边此情此景 可把李富南吓坏了 太乱了 一片狼藉 地上啊 到处都是毛巾啊 床单子呀 洗衣用品呢 甚至有什么钢管啊 胶带啊 乱七八糟 什么都有 那收银台 明显也让人砸过了 被洗劫一空 李富南哪 怕出事 就开始喊 哥 哥 喊了好几声 也没人答应他 他呢 就又打开了 通往后边洗浴区的 那个大门 这一打开 嘿哟 把这李富南 是彻底的惊呆了 在浴池里边啊 横着好几具尸体 自己的哥哥和嫂子 都在那儿呢 早就死了 李富南看到这一幕 当时就坐倒在地上了 整个人都恍惚了 傻了 脑子一片空白 冷静了好一会儿 这才颤颤悠悠的 掏出手机来 打了报警电话 朝阳区的警方 接到报案之后 就赶过来了 这警察到这浴池里 这么一看 太惨了 七具尸体都在浴池里边呢 浴池里边有水呢 还把这七具尸体打捞出来 并列着就排开了 除了李裴南夫妻俩之外 那五个锅炉工服务员也都死这儿了 经过法医鉴定 这七个人呢 都是被捆绑起来 摁到这水池子里边 活活淹死的 被害人里年纪最大的53 最小的还不到20岁呢 警方经过对案发现场进行调查 发现屋里所有值钱的财物 洗劫一空 收银台的现金 楼上卧室里放的存折 金银首饰都没了 李裴南呢 有一辆下力车 一直就停门口 那辆车也没有了 按照现场的痕迹来看 要想着一下子控制住七个人 并且把这七个人活活淹死 那么凶手绝对不止一个人 而是一个团伙 这伙凶手啊 走的时候也很着急 没有隐瞒任何作案痕迹 经过勘察警方就得出了结论 这是一起典型的入室抢劫杀人案 随后警方在浴池进行搜索的过程之中啊 还发现了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 这好几天了 应该也没人照管着 孩子呀 已经奄奄一息了 得亏送到医院 及时抢救 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这个孩子是其中一位死者的孩子 七条人命啊 这起案件性质太恶劣了 当时正好是非典期间 整个北京市道路管控是很严格的 商超啊 小饭店 小门链啊 也都暂停营业了 人们都闭门不出了 那么这起凶杀案到底是谁干的 警方就认为很可能是熟人作案 接下来警方就找到了一个侦查方向啊 以车找人 李培南那辆下列车不是被开走了吗 这车走在路上 这是很容易发现的目标啊 于是警方呢 兵分两路各自调查 有一路警方专门负责调查车辆的行踪 对周边的道路监控 没日没夜的进行核查 终于发现了李培南的车 此时此刻这辆车停在一个商场的车库里边了 据这商场保安说呀 14号凌晨的时候 有个男的开过来的 开车那男的呢 挺胖的 车里啊 好像还不止他一个人呢 但是把车停这以后 他们走了以后就再也没管过这辆车 另一路民警呢 负责调查死者的社会关系 他们经过走访 这才得知李培南呢 平时啊 没事的时候啊 就喜欢打打牌 消遣消遣 有好些个牌友 那就查这些牌友吧 但因为人太多了 要想着挨个儿核实啊 的确要花费不少的时间 正在警方紧锣密鼓排查的时候 一个好消息传过来了 5月14号 一个长得挺高大的男的 到了游储银行 戴着帽子 戴着口罩 把自己啊 遮得严严实实的 也看不出真实的长相来 他呢 就拿着其中一位死者的存折 从银行里边取走了一万多 警方一看 太好了 赶紧调取银行监控 还有周边监控 把这个男子的照片打印出来 四处走访询问 经过调查果不其然 这个人呢 还真是李培南的牌友 他呢 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 说自己叫李斌 是个东北人 李斌呢 跟一个叫王江庆的人 关系特别好 他们打牌来的时候啊 这李斌经常会坐王江庆的桑塔纳叫车 那个年代桑塔纳 那就是高端车的代表啊 警方调取了王江庆的照片 哎 这王江庆长得呀 是挺胖的 这正好跟保安的描述又对上了 他们把这王江庆的照片 又拿到停车场 给那个保安看 保安一看 没错 就是他 开下力过来的 就是他 王江庆呢 平时啊 就开着自个儿的桑塔纳 接送一些乘客 赚点钱 于是警察就伪装成乘客 守住带兔呗 等着他呗 还真是在王江庆 平时拉客的地方 还真等着他了 王江庆跟平时一样 今天来出车了 很快拉到客人了 嘿 王江庆正高兴的时候呢 哪想到这几个乘客 那么强壮勇猛啊 一下子把他就摁倒在那了 随后一双赠亮赠亮的银色的手铐 可就给他戴上了 那除了他之外 其他的几个人又去哪了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啊顺利的把这王江庆抓获了 警察呀 靠上他之后 直接就问他 最近有没有犯过什么事啊 王江庆一下子就懵了 没有啊 我就开黑车呀 我什么事也没干呢 警察们互相对视了一眼 说说吧 你最后一回去乐园喜遇 是什么时候啊 都干了什么呀 乐园喜遇这四个字一出来 你就看王江庆浑身明显哆嗦了一下 在那摇着头说 不是我 我没去过 我没杀人啊 嘿 还没问他呢 自个儿啊 不打成招了 啊 这王江庆倒好 自露马脚啊 王江庆呢 很快就被警察带回公安局进行审问 就这心理承受能力啊 不用费劲 这王江庆啊 自个儿一务一势的全都说出来了 还把其他同伙的信息也都交代了 王江庆说 包括他在内作案人员一共是四个人 另外仨人分别是李斌 李俊林和风潮友 警方根据王江庆提供的信息 决定赶紧实施抓捕 可是 在他们赶到李俊林家的时候 这李俊林呢 早就走了 李俊林的媳妇在家呢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还跟警察说呢 那什么 俊林呢 跟他一哥们叫李斌去打牌去了 这不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吗 那李斌的家那边呢 也没人了 无影无踪了 警察一看 坏了 这俩人是不是听到风吹草动 准备跑啊 事不宜迟 警方赶紧调取道路监控 很快就找到这两个人的影踪了 这俩人呢 坐了一辆黑车 跑了 警方调查这辆车 跟这黑车司机联系 但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最终 他们呢 查到了这司机家庭住址是哪 到家里边等他去 去了之后 还真等到这司机师傅了 警察上来就问呢 怎么给你打电话不接呢 不可能啊 我这没接着电话啊 一边说着 一边把手机掏出来了 一看 手机的电池盖啊 给弄松了 那电池呢 没卡进去 所以这手机它通不了啊 而这电池盖明显是被人为弄松的 为什么呢 过去那老式手机不知道您各位用没用过啊 那玩意儿卡得可紧了 你不费力气 你开不开 司机一看 吓了一跳 他说 哎呦 呃 有俩人就坐我车 那俩人借我手机打电话 是不是 他们在那时候动了手脚啊 我一直忙着开车呢 我也没注意 不得不说 这李斌跟李俊林呢 还真是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 警察没联系上司机 那么这俩人就有足够的时间逃跑 但是 别忘了 这司机师傅知道他俩人打车去哪啊 警方呢 就在他们下车的目的地附近 展开了地毯式的搜寻 这俩人心眼也实在 下了车也没走远 去一家洗浴中心泡着去了 警方立刻对他们实施了抓捕 随后 另一位涉案人员 风潮友 已经跑到了老家湖北隋州了 也被警方成功抓获 至此 这距离那起 京城玉池杀人案 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了 经过对这四个人进行审讯 这四个人 对自己的罪行 那是共认不惠 而李斌 原名根本就不叫李斌 而叫 惠金波 警方对他一调查 发现呢 这个人不简单 他呀 是一个逃犯 九年之前 惠金波在吉林犯下了命案 一路前逃 起了一个假名字 李斌来到了北京 当时那个年代 哪有什么监控摄像头啊 哪有什么天眼系统啊 所以警方始终没能抓住他 这么多年 一直潜逃在外 惠金波就感觉洋洋得意的 警察又怎么样啊 能抓住我吗 抓不着 那是一群什么人哪 那是一群饭桶 他妈无能 再加上这李斌这人呢 好吃懒做的 生活不富裕 感觉这几年警察也找不着他 他呢 就又生出来了再次作案的念头 这时候他就认识了李俊林 这李俊林也不是什么好人 有过盗窃前科 曾经啊 也被判过刑 嘿 这俩人臭味相投 狼狈为奸 一拍即合 最后犯下了这起大案 惠金波和李俊林俩人 一开始就想着入室抢劫 那抢谁呢 牌友里边有个有钱的主啊 李培南呢 开喜狱中心的呀 李培南平时总跟这俩人一起打牌 俩人对他的情况知根知底的 他们在看李培南这喜狱中心 生意是越来越红火 嘿 给这俩人羡慕的都不行了 得了 就抢他吧 这么着 惠金波和李俊林 又叫上了同伙 就是王江庆和风潮友 5月13号晚上 人们呢 基本上都进入梦乡了 呼呼大睡了 惠金波他们 戴上匕首 戴上钢管 蒙上脸 戴上帽子 悄悄的就进了这乐园喜狱 当时 郭卢公公某一家正在睡着觉呢 四个人上去 把这一家子绑的是严严实实的 堵上嘴了 随后 还有两个服务员 还有老板夫妻俩 也都被他们给绑了起来 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把这收银台洗劫一空 就在这时候 李培南呢 就感觉怎么这劫匪看着眼熟啊 这身量啊 他盯着惠金波 脱口而出就问了一句 你是李斌吧 这李培南这句话呀 可是问的多余 把自个的命给交代出去了 他当时想着 惠金波 或者说这李斌这是牌友啊 得顾念往日的兄弟情分吧 可他哪想到啊 不说还好 不说这几个人就打算走了 这一说得了吧 不能走了 你扔出我来了呀 惠金波原本就犯过命案呢 当初在东北的时候 杀的是他自己的亲舅妈呀 为什么要杀舅妈 就是跟舅妈要钱不给 那一年惠金波才二十岁 现在手上已经有人命案子了 他知道一旦落网被抓着 哪怕这回抢劫 不用判死刑 但肯定能查出来他那起命案呢 那是难逃一死啊 而李俊林和李培南呢 其实俩人关系呀 这算是发小 这李俊林是李富南 也就是李培南他弟弟的同班同学 嘿 这李俊林一看 不行也不能让他活着了 这要认出我来 以后怎么做人呢 所以呀 虽然李培南把保险箱 也给他们打开了 银行存质的密码 也告诉他们了 但李俊林和惠金波 决定不能放过他们呢 于是这俩人呢 就跟王江庆还有风潮友 就说 你们先走吧 我俩留下来 还有点事 俩人留下来 把这浴池里边放满了水 把这七个人强行摁进水里 导致这七个人都溺水而死 但是啊 这个过程太慢了 一开始呢 是墙摁着几个人 但他累呀 人也得挣扎呀 俩人又想了一发 咱们先把人打晕了 再扔水里不就得了吗 两个人在作案过程之中 那是无比的冷静 后来这李俊林呢 也杀累了 一下子弄死七个人 体力活啊 就坐在那浴池边上 浴池里边有饮料啊 拿瓶饮料打开 一边喝着 一边在那玩水 水里边可就七具尸体呀 七个活生生的生命 就这样 被残忍的杀害 只有那个几个月大的孩子 因为太小 他们俩呢 都没注意到 还有这个孩子 最终 这才得以活命 俩人杀完人了 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的 第二天呢 就去取钱去了 但是 最终 在警方的努力之下 四名嫌犯 终于落网 当年9月5号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裁定 判处惠金波李俊林死刑 立即执行 王江庆和风潮友 被判处 无期徒刑 这惠金波和李俊林呢 也没提出上诉 他们也知道上诉也没什么用了 后来有新闻媒体记者采访他们啊 说你们想对受害者家属 说点什么吗 李俊林沉默了很久 说了一句 我对不起他们 而惠金波呢 依然是无所谓的样子 还有什么后悔的呀 后来记者问惠金波 你想不想 见见自己的家人和亲属呢 不想 不见了 肠痛 不如短痛 最终伴随着两声枪响 两名罪犯轰然倒地 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 行了 这个案子就为您讲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